今天有甲乙丙丁物己六个人排成一列 恕求下列排法的排列数 第一小题 任意排 任意排就任意排没 所以就是六个人下去随便排 所以我从六个人当中选六个人出来排 那么它就是六阶层 那就是720种 好 那再来第二小题 甲它很调掰 它说 我一定要在第一个哦 因为我最厉害 所以甲一定要排在第一个 那就给你排吧 甲排完之后后面是不是还剩五个位置 那就五个位置随便排 那就变成是第一小题的算法 所以就是五阶层 所以就是120种 好 那再来第三小题 甲不排在第一位 羹也不排在最后一位 好 那这怎么办 有点点复杂 因为呢 有可能 且这种东西就是有可能什么 一种发生或第二种发生 或者是一二种同时发生 有没有 记得排容原理吗 这个就是甲在首位 这个呢 是羹在末位 然后中间是不是就是重叠 就是甲在头 羹在尾 对不对 所以这一题呢 有点麻烦 就是呢 要用全部的情形去扣掉 甲排第一位 再扣掉 羹跑到最后一位的 然后呢 中间的这一个 重叠的情形 我们要把它加回来 好 全部的情形就是第一小题的720 这个OK的 来 甲排手呢 就是第二小题的120 好 那羹排末呢 羹排末跟甲排手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有没有 只是说第二题的话是甲后面带5个 那羹排末就是前面5个 后面带一个羹 其实不影响 因为它就是乘以1 好 那再来 最后一个 甲手 羹末 那就是 这里摆上羹 那我是不是就剩下 这边的4阶层 好 所以我就是把这24种加回来 好 所以加起来 600 减掉120 480 再加回去 所以就是 504